大家好 歡迎收看ALG Channel 我是Samuel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什麼時候我們需要為我們的綠龜磨嘴 因為這也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其實有一個指標 就是當我們聽到我們的綠龜吃東西時有聲 即是一些卡卡聲 其實一些碰撞 即是上下悔碰撞的時候有聲 我們就需要找一些專業人士去幫他們收一收悔 因為其實他們吃東西時有聲 其實就代表著碰撞 其實每一次的碰撞 他們都會不舒服 有一些忍耐力比較差的綠龜 可能會在幾次碰撞之下 他們就覺得很不舒服 那就寧願不吃東西 因為他們會覺得一吃東西 嘴就不舒服 所以寧願不吃東西 其實一看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需要帶他們去磨嘴 即所謂磨嘴 就磨平它 讓他們吃東西時不會有碰撞 讓他們吃東西舒服一點 到底有沒有預防方式呢 即是不用吃東西有聲才去攪 其實有預防方法 其實可以買一些蜜魚骨 或者一些鈣磚 長期放在這裡讓他們去咬 每一次咬就像我們人類磨指甲 他們每一次咬都會磨擦了嘴 不會長得太快 可以有一個預防作用 但有些人又會說 我買了一些蜜魚骨 或者鈣磚回家 但龜不肯咬 有沒有什麼方法 其實可以試一下 把一些他們喜歡吃的東西 譬如 那隻龜是特別喜歡吃油蜜菜的 你可以把油蜜菜攪爛它 把油蜜菜的菜汁塗在鈣磚 或者蜜魚骨那裡 它就會被那些沒騙到 就去咬 又或者有些人說 那隻龜很大隻 那些蜜魚骨等等 一咬就沒有了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他們去預防呢 其實可以買一些大小小的石春 就是圓圓圓的 不是三尖八角那些 圓圓圓的 他們放在這裡 同樣你塗一些他喜歡吃的東西 讓他以為那塊東西是他平時吃開的 那他就去咬 那他一樣有一個磨嘴的作用 那就是在一個 即是及早預防這件事 那就不用等到它去到很長 真的吃東西有聲的時候 才特意找人去磨 那就會方便一些 那今天關於這個磨嘴的小分享 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AOG Channel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給個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以及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多謝了 拜拜 拜拜